如此酷炫的反英雄 他既不是来自漫威也不是DC 而是源自另一部畅销全美的超音漫画再生侠 其作者更是曾参与创作过蜘蛛侠和蝙蝠侠的漫画 但相较于前两者 再生侠要显得更加黑暗和拽的飞起 不仅有堪比金刚狼的自愈能力 还有一条和恶灵骑士同款的飞车党锁面 其地狱战袍既可以用于在战斗中包补自己 也可以用来进行超音速飞行 甚至可以强化作骑 通过硬化来抵御敌人的攻击 但强大能力换来的代价是作为地狱领主的能力 为魔王带来无尽的灵魂 使之成为魔王军团的一员 并带领军团攻打天堂 而他的人间体本名为埃尔西蒙斯 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 现在是一个有着职业操守的专业杀手 保证完成上级任务的同时 也绝对不会上级无辜 可这次在完成暗杀迪拜革命军领导人后 导弹爆炸的余波误杀了26名无辜市民 这件事让男主埃尔十分恼火 质问上司杰森没有提前告知自己 但上司却不以为然 视人命如草芥的他 这些平民在他眼里一文不值 还指责埃尔应该把任务摆在第一位 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行了 可一向有自己行为准则的他 这次果断选择撂挑子不干了 不过在上司一顿猛如虎的PU下 答应让他干完这摧毁生化武器的最后一单 就可以金盆洗手 去享受退休生活了 有着个人英雄主义的埃尔 只好答应下来 殊不知他已经落入了上司和小丑的圈套之中 全副武装的埃尔一路前行到化工厂深处 本该是戒备森严的入口 却是无人把守 这时躲在暗处的上司才缓慢现身 他的本意并不是让埃尔来摧毁生化武器 而是故意想让病毒泄露 使周围村镇的几千名居民沦为活生生的实验品 正义的埃尔知晓后当然不能袖手旁观 正当他举枪对准上司时 暗处的女杀手直接提前开枪 失去行动能力的埃尔 被浇满了化学燃料 随后被上司一把火给点燃了 就这样埃尔在痛苦的哀嚎中 坠入了地狱 直到五年后 记忆破碎的埃尔变成如今这番模样 再次重现于人间 尽管对自己的样子难以置信 可对妻子旺达的撕炼 以及复仇的怒火 让他撑起虚弱疲惫的身子 回到了那个曾经的家中 不过五年的光阴过去 一切早已物是人非 曾经相爱的妻子旺达 也已改嫁给老搭档 俩人还生下来一个四岁大的女儿 这番场景让埃尔无比伤心难过 而他的偷看也被旺达他们察觉到 好在一旁的小丑过来解围 才让没把警察给招过来 来到巷尾之后 小丑才露出了自己的真面容 告知如今是焦炭的埃尔 早已死去 现在的身体不过是屈笑罢了 他五年前就与地狱领主签下了灵魂契约 为了能再见到妻子旺达 答应带领魔戒军团 为了让埃尔回忆起更多 一阵时空穿越 小丑把他带到了妻子 为他树立的墓碑前 在棺材里挖到了变为尸骨的自己 和那条象征爱情的项链 这证明了小丑并没有撒谎 埃尔在天空中痛苦咆哮 下一秒他激发了身体的超能力 变成了一套地狱盔甲 正是成为再生侠 靠着这个强大的能力 埃尔欲将无尽的怒火 全部发泄到仇人上司身上 而上司在五年前 靠着那场惨绝人寰的生化实验 获取了价值连城的实验数据 成为了制霸一方的生物巨头 现在他的目标是准备释放热剂病毒 等到全地球人都感染后 手握疫苗的他将成为新世界的霸主 今晚先参加一场别开生面的宴会 庆祝自己即将登基地球宝座 这时埃尔身着无比丝滑的红色战袍 从天而降 一把掐住了上司的脖子 正是这个人让他惨遭毁容 愤怒地直接把他扔出几百米开外 当他举起枪准备结果上司时 手下即使感到疯狂射击 埃尔边打边退 可还是被几颗子弹击成筛子 他受了重伤摔倒在地 意外地发现胸部的伤势正在迅速恢复 得知自己是不死之身的埃尔 重新满血复活 不出几招就制服了女特工 即使对方说出完女搜查官那套 没有俗世欲望的再生侠 果断开枪射爆了他 此时更多的安保人员冲了进来 一时间猛烈的火力压制 强如再生侠也没法正面硬钢 跃出窗户后 从盔甲里伸出的锁链牢牢勾住了墙壁 靠着犀利强大的手掌 在大厦之间像蜘蛛侠一样爬行自如 然后用斗篷把自己和墙融为一体 就这样埃尔穿着红色斗篷顺利逃跑 劫后余生的上司很是害怕 这时诡计多端的小丑又出现了 蛊惑他把生化武器的遥控装置放进心里 这样就不会有人杀了他 否则病毒就会蔓延到整个地球 老板认为小丑这个提议很棒 所以他回到公司实验室中 把遥控装置装进了心脏之中 这恰巧又中了地狱小丑的邪恶计谋 他想利用埃尔与老板的仇恨 让病毒传播 让更多的人成为地狱军团的成员 然后顺利占领天堂 可真是个小天才儿童 然后小丑找到了埃尔 承认这一切计划的目的 就是召集更多的地狱成员来统治地球 尽管埃尔已经与地狱领主签署了契约 但他仍然心存正义 毫不犹豫地举枪射击 与此同时地狱小丑也露出了自己三角魔的真身 变成一支巨大的科加斯 俩人随即从天台一直缠斗到街头巷尾 惊坏一片路人 科加斯消失在雨夜之中 在生霞举枪在黑夜中小心搜寻着 然而科加斯趁其不被搞脱 狠狠地将他扔到栅栏之上 被弯钩扎了个透心凉 见对方没有了还手之力 重新幻化为小丑形态 对着埃尔发出无尽的嘲讽 他告诉埃尔无论他是否加入地狱阵营 天堂总是被地狱军团占领 说着小丑就笑着离开了这里 不久一位神秘的老头出现了 把他从铁门上救了出来 这位老人是天堂驻扎在这个世界上的使者 这次旅行的目的是邀请埃尔加入天堂阵营 并告诉他地狱恶魔试图占领天堂 世界上的一切都将被摧毁 人类自然不会幸免 当埃尔想到他最喜欢的妻子旺达时 他立即表示愿意加入天堂 与地狱军团作战 但他的实力远远不够 老头开始教他如何使用盔甲 只要他的意志力足够强大 想象力足够丰富 盔甲的力量就不会有上限 在老头的指导下 埃尔更熟练地控制了自己的超能力 一切准备就绪 埃尔随机骑走一名路人的机车 就赶往妻子旺达的家中 但在骑行的路上 那讨人厌的小丑 开着一辆大货车 又开始给埃尔不停制造麻烦 通晓盔甲能力的埃尔 将红色披风包裹住整辆车身 坚硬的外壳抵御住了所有进攻 小丑没有善罢甘休 调转车头 将油门踩到最大 迎面冲向对方 索性在生霞的监视披风再次保护了他 将小丑连人带车轰到了天上 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 另一边小丑率先命令上司绑架了旺达一家 当埃尔赶到时 他看到妻子旺达被绑了起来 刚想上去救他 坏事做尽的上司突然出现 用刀对着旺达 强迫他领导地狱军团 否则旺达将失去生命 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 上司直接用刀刺中了旺达 他走上前把上司扔了出去 看着死去的妻子 他瞬间怒不可遏 一脚把上司踢了出去 今日无视杀戮 可上司说他体内植入了生化遥控 只要心脏停止跳动 就会引发世界危机 使用眼睛里的绿光 埃尔看到了他体内的控制器 用超能力把它拿出来 就在这时旺达又活了下来 踢了埃尔一脚 原来旺达是小丑变的 这一切都是他的计划 小丑想利用埃尔杀死他的上司 导致生化病毒毁灭人类 这样他就可以补充地狱成员 但计划的失败 让他决定于死网破 他召唤了真正的妻子旺达 准备直接开吃 万幸老头及时杀到 将小丑赶回了地狱 俩人换上装甲一同杀进了地狱深处 来到地狱的再生侠功力大增 锁链溜的飞起 那只新之钢叠了一千层的柯加斯 也抵挡不住出了巨杀的再生侠 一发黑虎掏心直接打爆 可这时地狱领主率领着魔王军团 将再生侠重重包围 指使千万大军将这个叛徒碎尸万段 不过艾尔体内散发出无数的绿光 抵挡住了敌人们的第一波进攻 抓住机会带着老头重新回到人间 就在他们认为安全的时候 小丑从地狱回来趁机偷起 抓住艾尔就放进嘴里准备大块朵椅 在老头的提醒下 艾尔用盔甲变成了无数的尖刺 把他的头刺成了一个筛子 然后变成了一条链子来覆盖国 完全解决了小丑 再生侠拯救了地球 一切平息之后 上司也被警察带走了 等待他将是正义的审判 而艾尔则化身为正义的再生侠 在黑暗中守护着人类 维护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平衡